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 一起思想上帝的话 在我们的人生中 固然得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机会 千万不要高兴得太快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考试 我们要学习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 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今天的经文记载着大卫和扫罗坚的一段故事 其实这也是大卫的一次试验 大卫有机会可以杀掉迫害他的扫罗 我们来看大卫如何抉择 当大卫得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他却拒绝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敬畏上帝 大卫尊重上帝所高力的领袖 虽然扫罗不是一个好的领袖 但是他是神所高力的君王 因此大卫尊重这个职份 不敢轻易抵挡 或除去这个职份 所以我们发现真正的勇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于敬畏上帝 大卫的勇气是建立在敬畏上帝的基础之下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 勇气如果没有能建立在敬畏上帝之下 这种勇气极可能演变成血气之勇 而且非常有可能伤害到别人和自己 再来勇敢还有第二个基础 这个基础提升了勇敢的层次和能力 这个基础就是爱或者说是怜悯 大卫没有因为扫罗这样迫害他 就用怀恨的态度报复 甚至用好来对他 这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 而这个勇气的基础在于 他的爱 他的怜悯 大卫过去曾服侍过扫罗 并且娶了扫罗的女儿 做他的妻子 扫罗的个性他最了解 他明白扫罗虽然是一个王 但是还是有软弱的地方 所以大卫就怜悯他的软弱 这样的怜悯心 让他做出最勇敢的事 在这段经文中 我们看见大卫拒绝用不义的手段 除掉对手 相反的他选择劳恕 而劳恕是最勇敢的作为 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学习了两件重要的功课 敬畏神和怜悯人 拒绝不义和选择饶恕 这当然都不是简单的事 愿上帝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